欸 好了嗎 好了嗎 來 那個 欸 這是誰啊 志宇 阿倫 志宇 阿倫 阿倫 好 後面去 阿這個誰 阿那個 今晚我知道 知道 新聞早上請教 來同學 我們今天喔 這個早上來介紹什麼叫兩倍角公司喔 阿這個兩倍角公司喔 同學 那個名稱喔 其實 只是一個名稱而已 那什麼是兩倍角公司呢 很簡單 同學你也方便喔 幫我一起一句話好不好 就是所謂的兩倍角公司就是 就是加 來 這樣什麼東西呢 加2θ 以什麼 以θ的函數來表現 把它表現出來 把它表現出來 OK 來 這個喔 請從來寫上去喔 我覺得這句話你可以寫上去喔 從來什麼叫兩倍角公司 我跟你說 兩倍角公司 會引發後續我們學到的三倍角公司 然後 後面還有一個半角公司 但是其實這個東西喔 它的原則 它的想法完全都是一致的 像這個兩倍角公司是什麼呢 就是將這個2θ的三角函數喔 用θ的三角函數 去把它表現出來 你當然會問說 老師 你這什麼意思啊 可不可以講個稍微再具體一點喔 比如說 來 我們來看第一個兩倍角公司喔 不會這些公司 呃 講明白一點就是說喔 你考學測的時候 這些公司其實它都會給你 可是原則上就是你要會推 因為推這個公司的過程 你應該要很清楚才對 我們先來看 sin 2θ 來 sin 2θ 來 跟著寫喔 對於 sin 2θ 你要怎麼樣用θ的三角函數 去把它表現出來 首先我們可以這樣考慮這個問題 sin 2θ 你其實可以把它寫成 sin的什麼東西 兩個θ 是不是可以寫成θ加θ 可以這樣寫可不可以 可以嘛 兩個θ就是θ加θ 看成兩個角度相加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透過什麼 欸 我們學的啊 sin的合角公式 我覺得不是我的口訣嗎 叫sin cos sin 所以你就把它打開 用sin的合角公式打開 你會發現它會變成sin θ 乘上什麼 cosθ 加還是減 同學 sin 這個是加 加上cosθ 然後再乘上什麼 sinθ 欸 那這個時候 同學你看喔 所以原來這個sin 2θ 經過我們的整理 同學你看到嗎 這sin cos 這是cos乘sin 這兩個東西其實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它合定 所以sin 2θ 其實它可以寫成兩倍的sinθ 再乘上什麼 cosθ 好 來 發現我們第一個兩倍角公式出來 sin 2θ 它叫做2sinθcosθ 把它寫出來喔 然後把這個東西把它封起來 可以嗎 然後當然要記起來 這個當然要記起來 sin 2θ 叫做2sinθcosθ 這樣OK嗎 欸 可不可以 先寫一下 我等你喔 好 賽的兩倍角公式 老師你也考啊 明天沒有考試 明天是放假 我忘記了 然後後天剩一堂課 然後再來就斷考了 啊 這樣好難過 蛤 怎麼樣 華奧蘭為什麼坐那邊 你的位置在哪裡 你自己回來坐好嗎 在幹嘛 沒有 好 來 好了 來 這裡 我要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來 這個別班有同學問到說 他說老師 sin 2θ 叫做2sinθcosθ 對不對 那既然兩倍角公式 就是將2θ用θ的函數 去把它表現出來 那我能不能只用sin表現出來就好 一定要寫成2倍的sin cos 能不能只寫sin的形式就可以 同學你覺得可以嗎 可以 我猜可以 你猜可以 有沒有人覺得不行 來 那個真訊你覺得可不可以 就是說能不能只寫sin的形式 可以 可以 那你覺得要怎麼寫 平方然後再寫 2你的意思是說這邊就寫成2sinθ 然後你要把口賽改成sin是不是 就不是有人猜什麼 好 那你的意思是說口賽要改成什麼 我猜你的意思是這樣 你是說口賽要改成1-1-1-1 boost 好 來 同學你們先聽我說 這個其他班的同學就談到這個問題 他就說 老師這個sine的兩倍角公式 就說sine zeta cosin zeta 這件事情我們可以接受對不對 可是他就思考了一個問題 他思考什麼問題 他說一定只能用這種形態去寫嗎 能不能全部都只有寫成sine而已 只用sine來表現可不可以 同學你覺得可不可以 有些同學覺得可以 因為同學都知道sine乘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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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注意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這樣寫為什麼不對 同學我問你 有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這樣寫不對 蛤 誰知道 同學我問你 cosθ是不是可能正的 也有可能負的 可是同學如果我寫成這樣 √1-√θ 用國中的觀念好了 國中生都知道√1-√θ 都是正的嘛 你這樣寫是不是肯定是有問題的 你聽到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如果你要這樣寫的話 是不是這個表現的方法是不是本身有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開始有一點想法 sin2-√θ 原則上他只能寫2sin√cosθ 如果你要單獨的用sin去表現它 或者單獨的用cos去表現它 事實上也不能說完全不行 只是說同學你要考慮到正負號的問題 正負號的問題就會建設到這個θ在第幾項線 那這個時候你在寫這個表現式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變得比較複雜 在什麼情況下要寫成什麼樣子 在什麼情況下要寫成什麼樣子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同學我們課本只有呈現這個公式 sin2-√θ叫2sin√cosθ 只會出現這個而已 所以他沒有辦法單獨寫sin的表現 或者單獨寫cos的表現 因為你看我這樣寫是不是就不太合理 知道我的意思嗎 同學cos你不知道它是正的還是負的 所以你不能這樣寫 這個希望你筆記把它寫上去 了解我的意思嗎 不可以這樣子寫 這樣寫肯定有問題的 好 那這是第一個兩倍假公式 同學你要負負 那結論要負下來 ok 那sin2sita講完 同學你覺得下一個我們要講誰 sin2sita講完你覺得下一個要介紹誰 當然是cos啊 來第二個我們來介紹cos2sita 這個兩邊角公式 cos2sita 那仿照sin的作法 cos2sita它是不是可以寫成cos2sita加sita 可以嗎 那我們現在問同學 cos2sita加sita 我們用cos的合角公式 這叫coscos怎麼樣 2sine 所以它會變成cos2sita 再乘上cos3sita 同學你加還是減 減 減掉什麼sin3sita 再乘上什麼sin3sita 那稍微整理一下 同學我們的cos的兩倍角公式就出來了 cos乘cos是不是cos平方 s乘cos是不是si平方 所以cos2sita 其實它可以寫成cos2sita 再減掉sine2sita 這樣寫 同學可以嗎 同學cos的兩倍角公式 你要會推哦 當然你也要把它記下來 好 所以同學來你先拿出你的螢光筆 你可以在課本上 或者在你筆記本上 把這個公式 請把它封起來 這叫cos的兩倍角公式 好的 那當然我們就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剛才這個sine的兩倍角公式 它好像只能寫成兩倍的sin3sita 成cos3sita 要單獨用sine來表現 或者單獨用cos來表現 是不是好像不太行 對不對 好像沒有簡單的寫法 對不對 那同學我問你 cos2sita一定只能寫成cos平方 減3平方嗎 我告訴你不一定 因為我們都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我們在第一節的時候 其實就跟同學把它講過 來這邊寫一個key 這個東西當然很基本 我還要再跟同學停掉一次 大家都知道 sin3sita 加上cos平方sita 同學 sin2加cos平方 會檔多少 會檔於1 同學這是一個什麼式 這是一個存等式 不管任意角度sita 這一件事情永遠都是怎麼樣 永遠都是對的 它永遠都是成立的 sin2加cos平方 同學你懂我意思嗎 等於1 這是一個橫等式 永遠都會正確的一個式子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來做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來做一件什麼事情 我們透過這個橫等式來看看 能不能把cos2sita 用其他的形態表現出來 來比如說同學我這樣講 同學我問你 這個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cos2sita 同學我問你 cos2sita根據這個橫等式 cos2其實可以寫成誰 1-sin2 同意我的碳方 所以這個cos2你可以把它寫成 1-sin2sita 然後後面再寫掉一個sin2sita 所以經過你小小的整理你發現 1-sin2再-sin2會變成1-sin2sita 所以會變成1-sin2sita 所以原來cos2sita可以用sin2sita的形態呈現出來 沒有問題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另外一個兩倍小公式 好 那這個公式你可以把它框起來 這個要貝喔 cos2sita會長於1-2sita 這樣有沒有問題 要貝推喔 而且我們很強調推 好 那一定只能寫成這樣 當然也不一定 來 同學我問你 同那個道理 我們可以這樣講 這個sin2sita我們也可以把它換掉 sin2sita其實我們可以換成誰 1-sin2sita 對不對 同學聽懂你在做什麼事情嗎 我們在利用這個橫等式 把cos2sita用各種不同的形象 用各種不同的樣貌把它呈現出來 cos2sita可以寫成這樣 也可以寫成這樣 也可以寫成其他的樣子 同學你看 cos2減掉負的cos2 所以一定會變成幾倍的cos2 會變成兩倍的cos2sita 然後再怎麼樣 再減1 所以cos2的兩倍角公式 我們終於大功告成 來我先講到這邊 不知道同學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你看一下 我都照著課本講 希望你聽懂 來先看一下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一起背一下這個公式 其實同學我跟你們說 考學這公式會給你 他會給你公式 所以公式的重點其實不在背 而在於理解的過程 推導的過程 來但是我們段考當然還是要稍微背一下 來同學我問你 sin2sita是誰 我們一起唸 sin2sita推導出來結果叫什麼 2sine theta cos2sita 可是如果是cos2sita 我跟你講你要背三個 背哪三個 cos2sita會等於cos2-sin2 會等於1-sin2-sin2 會等於2-sin2sita 聽懂嗎 那這個東西其實同學說實在話 你背一背對不對 有時候你過一段時間 你的印象會有點模糊 但是我跟你講模糊沒有關係 因為你會怎麼樣 你會推啊 你會推你推個兩三遍 我跟你講根本不用怕忘記 好那我們上一根口上講完 那你覺得下一個我要講誰 講tangion 來我們接下來介紹tangion 好第三個 來第三個就是tangion的2sita 一樣的想法 我會覺得tangion2sita 其實它是tangion的什麼 sita再加什麼 sita 對不對 好 那根據tangion的合角公式 昨天我們最後一節課談到tangion的alpha加β 周學你告訴我分子要寫什麼 是不是tangionsita 我會覺得這邊是不是會出現tangionsita 那加還是- 加 這裡是加 上面就是加 加上什麼 tangionsita 那分母這邊會有一個1 然後上面是加這邊會變成什麼 減掉tangionsita 乘tangionsita 不好意思沒關係 我寫一下tangionsita 再乘上tangionsita 對吧 就是把昨天的alpha跟beta 全部都看成sita 對不對 所以你稍微整理一下 你就發現 哦原來tangion的2倍角公式 其實長得還挺可愛的 來 上學我問你 tangionsita加tangionsita 會變成2倍的什麼 會變成2倍的tangionsita 好 那1減tangion乘tangion 所以會變成1減掉tangion的什麼 tangion的2倍角公式 就這樣被我們表現出來 OK 來 所以這個就長這樣子囉 來 你把它封起來 同學 這個要不要sit 其實不用 你只要會推 原則上對你來講 最後就不會很困難 同學 這個叫2倍角公式 三角的公式很多 這樣可以嗎 欸 可不可以 來 許醫務也最早了 還好吧 好 欸 還OK嗎 欸 如果還OK的話 我們現在喔 兩倍角公式推完對不對 我們先不要錯題目 那個題目我們可以之後再等 但是同學我跟你說 我們現在打鐵趁熱 兩倍角推完了 我們現在來推幾倍角 三倍角 哎唷 我的天啊 還有三倍角公式 來 三倍角公式 我們目前高中所學習的這種倍角公式 只有學到三倍角公式 目前只有學到三倍角公式 那你當然就會想說 欸 老師我們sin的2θ cos的2θ tang的2θ 對不對 是不是都已經推出來了 所以三倍角公式 我們要研究的是誰呢 我跟你講 我們要研究的是sin的多少 3θ sin的3θ 它是誰 還要研究cos的3θ 它是誰 來 這個請同學 先寫上去 然後我們會給同學一點時間 讓你去推倒這一個式子 來 這個 同學你靠這邊 同學無中生有 來 我們先看第一個 這是我們第一個公式 三倍角公式 來 接下來這個是第二個 第一個 來 同學賽的多少 賽的3θ 同學你覺得你要怎麼推 同學關鍵在怎麼推 我跟你說 這個很多學生會背 什麼cosmc cosmc 什麼什麼背這個口訣 我跟你講那些口訣全部都是旗幟 那個東西根本就不重要 你為了應付洞口 把那個東西背下來 然後好像會做題目 我跟你講那個都是假的 真正的高手就是 你知道這個東西是馬的 怎麼推出來 這才厲害 同學我問你 賽的3θ 你會怎麼推 欸 很簡單的 你會想什麼 你還會怎麼推 你就把3θ把它拆開 拆開變成誰加誰 對 一個θ 再加什麼 加兩個θ 對不對 然後你接下來會做什麼事 就把它打開 什麼叫打開 用誰打開 這個是sinθ 剛才我們推導的結果裡面 有沒有告訴我們 這個cos2θ 其實你可以把它換掉 換成誰? 換成1減掉 2倍的是什麼? sin²θ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換可不可以? 可以 然後這裡,同學有沒有看到 後面這裡是不是有一個cosθ 然後再來 同學後面這個sin²θ 根據我們剛才的兩倍角公式 這個sin²θ你把它打開 它會變成兩倍的什麼? 兩倍的sinθ 再成什麼?cosθ 對不對? 同學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事嗎? 我們在慢慢的推導這個東西 怎麼樣慢慢的去把它伸出它最後那個結果 那我們應該可以稍微的來看一下 我在想我要寫快一點還是寫慢一點? 看我心情喔 來,我先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像這個cosθ 乘上後面的cosθ 會出現什麼東西? cosθ cosθ 那cos²其實可以換成 1減掉sin² 所以其實這個式子 我稍微這樣寫好 這個式子它就可以寫成 sinθ 乘上 這邊是1減兩倍的sin sin²θ 然後再加上 做 sumérie 數字 然後再乘上 cosization coscos是cosθ cos¼可以改成 1減掉 sin² 多少 這樣可不可以?同學你有沒有看到 我把sin的sinθ 用sinθ把它表現出來 我跟你講這是巧合 這是巧合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 我們當然整理一下他最後的結果是多少 來 整理出最後的結果 同學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sin 然後這裡有兩個sin 所以加起來會變幾個sin? 三個sin 所以會變成三倍的sinθ 然後這邊減掉兩倍的sin三四方sinθ 然後這邊再減掉兩倍的sin三四方sinθ 所以總共會減掉幾個? 會減掉幾個? 這邊不是減兩個嗎? 這邊不是減兩個 所以會減掉幾個? 減掉四個sin三四方sinθ 同學我們推出來 sin的三倍角度就是 我們把sin的3θ 用sin把它表現出來 叫做三倍的sinθ 減掉四倍的sin三四方θ 同學他就是這樣子 慢慢的被推出來 好 所以這個公式我們可以稍微寫一下 來 寫在這邊 三倍的sinθ 然後減掉四倍的sin三四方θ OK 來 這是第一個 欸 欸 可以嗎?可以嗎? 如果可以的話 來 現在的同學你仔細聽我的邊 你說老師 sin3θ 同學我們是不是可以用sin去把它表現出來 用sinθ表現出來 對不對? 那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說得到啊 像那個sin的兩倍角公式 就沒有辦法全部用sin表現出來 對不對? 只能寫成兩倍的sin cos 好 那現在我們要討論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同學 cos3θ 這個東西要怎麼寫? 那我不想用課本的寫法 我換另外一個寫法 我現在問同學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同學我問你 你覺得要怎麼樣把sin變成cos 我們以前有講過一個 在推導的過程裡面 我們有講到一個idea 怎麼把sin變cos 只要把θ改成多套? 90度減什麼? θ是不是就可以? 用那個魚角的關係去做推導 是不是就可以? 所以今天我想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來 我做什麼事情呢? 我現在把什麼東西? 把θ 把它換成 對 換成90度減掉θ 我用之前我們在課堂上推導公式的那個 一個想法 把θ換成90度減θ 好 來 你先寫 我看一下 OK 來 可以嗎? 來 同學 那現在我們利用第一個結果 來推推看可以得到什麼東西 來 同學我問你 我把這個θ換成多少? 90度減θ 所以這邊是不是變90度減什麼? 減θ 然後這裡是不是把它改成90度減什麼? 減θ 對不對? 然後這邊是不是改成90度減什麼? 減θ 可以嗎? 因為我們知道當你把θ換成90度減θ的時候 透過那個餘角的關係 是不是sin就可以變成cos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課本在推導這個cos的3θ 它是還是用合角公式 還是再推一次 從頭到尾再推一次 當然可以 但是我今天想要換個方向來講 來 這個同學你看這邊 這個式子 它會變成什麼東西呢? 來 所有的同學請看我這裡 這裡我會寫得比較簡潔一點 同學是3乘以90度 這是幾度? 2 這是270度 然後減掉幾個θ? 3倍θ 同學我們學過換算公式 如果用270度來換的話 函數會不會變? 會 sin會變成誰? 會變cos 所以這邊會出現cos的多少? cos的3θ 你同意我的看法嗎? 可是前面到底是正還是負? 同學你想一下 270度減掉3θ 270度在減掉一個角度 你告訴我在第幾項線? 第三 第三項線對sin來講正來負的 負的 所以這邊會前面要加一個什麼號? 加一個負號 對不對?不用背喔 我們就用一想著就好了 對不對? 是不是很自然? 這換算公式來的 好 然後同學我問你喔 那後面是誰? 後面這裡是不是變成3倍的? 同學sin的90度-θ 你告訴我它是誰? 就cosθ 這個東西就是cosθ 對不對? 然後這邊再減掉4倍的 同學你不要管這個3次方 這3次方你先不理它 sin的90度-θ就是cosθ 所以這邊會變成cos的幾次方? 3次方θ 而cos的3倍角公式 馬上就推出來了 我只是利用sin的3倍角去推它而已 對不對? 那推出來之後 我們稍微整理一下這個結果 同學你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負號? 這個負號看起來有點討人厭嘛 所以我們可以兩邊同乘以負1 兩邊同乘以負1 就會得到那個常常看到的那個結果 來cos的3θ 會等於 來 4倍的cos3次方θ 再減掉3倍的什麼? cosθ 好 我們終於把cos的3倍角推出來了 來我們把它寫在這裡 叫做4倍的cos3次方θ 減掉3倍的什麼? cosθ 好 來我全部推給你看 小群是不是一步一步就這樣推出來而已 可以嗎? 來你先看看喔 好我們先等你 因為這邊速度比較太快 我們還是把基本的東西給你 然後等一下再來舉一兩很緊張的題目 再來做一下就好 我跟你講2倍跟3倍角公司 其實我這堂課你看全部都推給你看 可是我們當然這個3倍角公司 來同學你看我這邊 3倍角你覺得這公司要不要背 這個其實可以背 你不背其實我不冥想你 但是可以背 那我們的高中數學 這個很多老師教了這麼多年 你覺得這個東西會不會有口訣? 一定會 他的技法有兩種 你知道是哪兩種?